這是之前做的網宴包拆下來的這個圓黃 因為這個我比較少用到 所以我今天再次來製作另外一個的 提把的部分你可以用回這個包款 但是你提把的部分呢 你可以換去另外一個方法來做 那麼我就做一個束口袋 這時候就被這個提把 車上去我都是用來車 那麼在還沒車之前呢 當然是先做這個 先車縫這個束口袋的那個上方的部分 那麼這個我是從Daiso買的 它的這個繩子的名字非常的好 很是喜歡 那麼要車的時候我先把這個花朵給先拆下來 等一下再縫它 好那麼這個部分呢我就要去車縫它 兩邊都要喔 記得要來回針 前段這個尾段都要車來回針了 它比較不會鬆開 那麼這個時候已經車好了 車好了的 車好了的我就要把這個 提把給 車縫上去 那麼要測量旁邊多少喔 我旁邊放7Cm 就是量進來7Cm 然後 就把它車縫上去 這個你自己喜歡 因為它做縮口袋 所以呢 我怕縮起來的時候 它的那個提把部分會 比較小會很難看 所以我就會放旁邊一點 這個是 做鬆緊 卡這個鬆緊帶用的喔 就是 我拿來用在這個 穿線期啦 這個是一個穿線期 如果你要買應該是 針線店會有賣啦 就好像一個架架這樣 它中間那邊有一個圓黃 那麼你就穿進去這個洞 從另外一邊 出來再穿尾隔壁的那個洞 進去喔 這個 之前也是有教過了喔 就是做縮口袋的 那個包包裡面有做 這個不難喔 那這種包款呢 也是很方便喔 因為它的那個口袋的部分 可以開的比較大 那麼我這個就不做扣子 如果你要做扣子呢 你中間的部分可以做一個 方便扣 比如說梅花扣之類的 都磁鐵磁鐵的磁鐵的梅花扣喔 你都可以縫上去 這個自己喜歡呢 怎樣設計 你可以改一改 未必要跟我一樣的喔 那麼做完這一邊另外一邊也像 比如說這個從左邊進去 那麼現在就從右邊進去了 那麼這款包包呢 就是飲用在出席一些網頁 都非常的適合 非常的好看喔 高貴 所以自己很喜歡蕾絲啦 所以會喜歡這類的包包 如果你不喜歡蕾絲的話 那你就不要車縫這個蕾絲 你可以做其他的設計喔 在隔壁的洞穿進去 這款包包的做法呢 你就參考回之前我做的喔 因為是一樣 所以我不需要再做過 那我今天分享這個 主要是因為我要修改 這個提把的部分 然後我又很喜歡這個包包 然後圓黃對我來說不方便 所以我就再次跟大家分享 如果你要做成這樣的一個 提把跟束口袋呢 那你就用這種方法製作 也是可以喔 如果你喜歡圓黃 那你就去看圓黃的部分啦 就是上一次我錄製的那一片喔 我會放在那個上方那邊一個I字 你可以按進去 點擊進去去看喔 那麼做完這個部分 我就會把這個花給封上去 這個中間如果你真的需要 這個這個扣子你自己縫啦 我真的是越看越喜歡 這個花 就是之前買這個絲帶 這時候看到這樣 這種這種的絲帶 有點像那個 葉子的纖維 非常的非常的漂亮 買這個一米的回來 縫這朵花 那麼這個也是 沒有什麼技巧啦 就是一般縫就好了 不會掉下來就行了 就是類似全針縫這樣子 一下那個 一點點 壓力 會比較容易 一隻 炭灰 炭灰 煮炭灰 炭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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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款包包呢也是全世界目前是只有我一个人拥有的 所以如果你想要做特别不想跟别人一模一样的包包呢 那你就做自行设计自己喜欢的包包 那么这个技巧呢我已经教你了 那么你就可以按着这个技巧来做 这个不难啊自己做一个包包不难 重点是你如果不会用这个缝纫机那么你就去学 用这个缝纫机其实跟价值一样 就是就好像你踩油这样子非常的 其实比价值还容易 你可以试试看学会 学会车 然后你就有办法去做很多漂亮的包包出来 那你就可以不必买 因为你去外面买都会跟别人一样嘛 那你想跟别人不一样那限量版的那个价钱 恐怕会很吓人哦 所以能够自己做呢就不怕跟别人一样的包包了 这个你可以缝扣着啦 如果你有需要 好 今天分享就到这里 再见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